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AA戰隊對送Jero戰隊的美味表演賽下一集 下集這次比賽也是很特別的地圖 看到這個箭魚群 怎麼一開始TC旁邊就有這個箭魚群 果樹蟲也是三個 直接變成DAROP圖跟日本綜合版 直接吃爆果子 看起來這張地圖我們先來稍微逛一下 地圖上有非常多的路 而且距離都離對方非常近 基本上對手就在隔壁 隊友也是 這張地圖感覺很快就可以分出勝負來了 看一下這個老虎 地圖上還有老虎 鱷駝 這個沙漠中間居然有香龜 真的是美味表演賽 很多野生動物可以拿來吃 鱷駝 鱷駝是不能吃的 如果是裝飾品 那看起來這張圖跟阿博有點像 只是這個外圍有這個金礦跟木頭 那木頭都非常小處 中間的話有大片的這個海豚 不是海豚 鱷鱔群 大概四處而已 也沒有很多 至少吃完也有快要一千肉吧 那中間也是有少量路 那感覺這些野生動物 要爭奪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感覺應該不會花太多資源去爭取這些資源 反正應該會專心打這樣 因為如果你太過於爭取中間這個地圖的東西的話 很容易對方出了弓兵壓制或插個箭塔 直接把你的資源給插爛 然後被搶奪回來 都是有可能的 反正這個就是 一種選擇吧 如果你要去搶的話你很容易會打爛 你不搶的話你反而可以強軍是打爛對手 所以大多的情況 這種應該都是直接打強軍是弄爆對手的形式居多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選擇文明 選擇是高綿 那尼控這邊選高綿 高綿的話在前期來說算是 他算是城堡時代很強勢的文明 到了地後會開始有點弱一點 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個是哥德 哥德是選擇Hera 這個當中選擇哥德感覺還不錯 因為現在哥德吃肉 這個野生動物的肉可以吃的比較久一點 所以前期的經濟應該會比其他文明好上很多 所以這裡的大象 弱啊可以一直吃一直爽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一直都有這個野生動物我可以吃個一圈 那我覺得這個地圖應該也是蠻適合哥德的 因為打前期來說的話哥德也不會太差 算是55開 而且這張圖的野生動物這麼多的情況下 可能會變成64開 甚至73開 都有可能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青色 青色是硬家 硬家的話在前期的話有這個食物減免消耗的效果 所以打前期也不會太弱 本身這個硬家在這次的文明來說 排行榜 至少也會有A加一定的以上實力 那我覺得硬家在這張圖 應該會打一個工兵吧 老鷹開的話可能會有點困難 雖然黃金看是蠻穩定的 但是介於這個 由於對方肉會很多情況下 對方刺頭一出多 打老鷹可能會出刺 所以工兵開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這我不確定 但我覺得老鷹開也可以 城堡時代的時候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高免 高免這個塔套也是選擇了 因為塔套 高免這個文明呢 有1歲農田的關係 而且房子又可以躲村民 在這種地圖很 離敵方很近的時候 房子可以躲村民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子村民不太容易被擊殺 自然就會打出優勢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斯拉夫人道特 那斯拉夫人的話就比較尷尬一點 他算是偏後期文明 但是前期也並不差 這個不差原因只是因為 他斯拉夫人的農田 有這個10%的農田的採收效率 但前期應該是會狂吃這些大象 乳牛 這些野生動物的資源 所以農田這個優勢 可能要到城堡時代之後才會展現出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先上到城堡時代的尼康 會打赤猴嗎 結果是打射箭場 果然是打射射的事情 太射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上方 上方是這個 Hera 上方是MBL 所以他的地點是在右邊 右邊是Jordan OK Jordan這邊遇到對手 是直接應該也會打工兵開 那越南這個文明在前期 也是有很大的優勢的 因為他的射箭場單位 在封建時代就有這個血量加成了 所以在前期的互設當中 有一定的影響力 跟這個載之力 但對方有於是一個極限提升工兵的關係 所以這邊工兵出來時間會非常非常早 你看這個射箭場都還沒有蓋完 工兵都快要走到對方家裡了 這邊吃頭看一下 兩邊吃頭都在尋一下 但這邊射箭場沒有蓋完尷尬 趕快蓋 蓋完之後應該還好 但這個伐木場有點危險 這裡先按工兵 而不是毛兵 後方是雙伐木場 這邊看起來是單伐木場 果然 為什麼單伐木場 原因是因為單伐木場比較容易 直接轉兩個射箭場出來 雙伐木場的話通常只能下一個射箭場 待會才能再補第二個 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出兵的時間點 就會比對手稍微慢了一點 這個雙射箭場開局 好 那道德這邊是直接打了裝甲步兵開局 斯拉夫人裝甲步兵開局 也是ok的 但是 並沒有什麼特殊能力 所以斯拉夫人 這個 這個有點微妙 這個如果打裝甲步兵開 好 那自己封建實在應該是要打赤猴 但是他卻一直瘋狂按裝甲步兵 一直按一直爽 有可能敵人很近喔 就不想要去按這個 刺猴也是有可能 好 那黑拉果然是打一個刺猴開 好 肉類前期可以吃好吃滿 那 果不其然硬架是打一個 這個工兵開局 好 那方面 刺猴一直往下 那上方塔套也是工兵開局 因為外加多少打工兵是正常的 其實我剛剛沒有看到哪邊是外加 哪邊是內加 哇 這邊直接被慘招射爆 直接滴均勻跑掉 這個是多虧啊 才會打成這樣子 哇 直接滴均勻 這個黑拉有點慘 被逼迫出來 好 工兵想要再嘗試突破這個防守 好 這邊直接戳下TC的戳明 這什麼畫面也怪怪的 好 那這邊工兵數量開始多起來 對控對方之後有一定的殺傷力了 好 現在四處都在打仗 好 這隻裝甲步兵一直持續給壓力 這阿富人裝甲步兵 其實有點微妙 不過我這邊選擇瑪莉感覺會更好一點 因為有免費的這個卵甲技術 直接給你易防 雖然瑪莉沒有卵甲技術 但是她每生個十代 都會增加易防的這個步兵裝甲 好 那這邊看起來 來 久等 工兵繼續在追 黑拉 跟擬控這邊 擬控 這是擬控嗎 對擬控沒錯 好 資源點現在都有點危險 完蛋了 塔套這邊的墓區 可能要出大事啦 阿伯 還好這邊收村收的蠻及死的 所以村民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後方工兵也快要來了 中央步兵再持續補下 後方這邊中央步兵打個一波 工兵直接換掉了一隻黑拉的刺猴 那看起來三隻工兵還是可以解決掉 那下方這邊也突然反打了回去 這邊直接上了高地反射一波 殺傷力非常十足 好 那尼控的工兵直接被逼走回去 塔套的工兵也回救 那這面的NBL的工兵也是在後方 處理掉了裝甲步兵之後直接回頭 好 下面都是屍體了 這邊裝甲步兵直接跟刺猴硬打一波 但對方刺猴硬比較多的關係 裝甲步兵並沒有拿到任何的優勢 那斯拉夫這邊裝甲步兵開局的打法 並沒有拿到任何的優勢 反而有一點虧 所以我才覺得這個封建時代打 裝甲步兵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 很容易被對方的工兵Counter 然後自己打刺猴也沒有非常大的優勢 只有這個傷害上 跟體質上稍微好了一點點 但數量很容易輸給對方落馬數量 還有這個機動性 尤其是打裝甲步兵又不能打對方的工兵 非常難受 好 那中間這邊果然蓋個碼頭 要來搶經濟的嗎?黑拉 黑拉這邊有點拖 工兵繼續追逐 所以直接到野外開始撈這個香菲 斯拉夫人這樣瘋狂吃野味也是可以啦 但我怎麼覺得這個選日本會更好一點啦 如果是要打裝甲步兵這個開局的話 對不對 模仿也有減半價格 除了面差模仿也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打裝甲步兵還有攻速加成 所以選斯拉夫人就覺得有點微妙 這個DOT選斯拉夫人我覺得不太好 個人感覺 好 這邊再圍 然後盡可能把對手的工兵堵在這個位置 但這個房子其實沒有蓋好 還是可以射出去 好 下方更多赤猴 加上左邊的工兵也在努力騷擾 打套這邊其實有點難受 赤猴加工兵的數量實在太多 那自己家裡 隊友DOT又是出這個裝甲步兵 所以沒辦法有效的去克制對方的工兵 這邊左啊果然還是喘出了自己的刺 那前面打這麼多裝甲步兵好像意義真的不太大 好 工兵上來直接互射 但看起來塔套好像快要輸了 但這邊有點慢慢反打回去 因為這邊是小小的高地 兩邊再用高地去換一些傷害回來 這邊六隻工兵的血量其實蠻少的 高命還好 村民可以躲在房子裡面 塔套這邊除了顧家裡 連後方也有工兵 想要去打擾對手 下方的Jordan的工兵也是入侵到了敵方家裡 擬控這邊 這邊工兵過去看到 欸其實不太好進入喔 直接選擇原地返回 並沒有要繼續打 好這邊工兵直接被出來的 道特的刺口解決掉了 看起來 到底上城堡時代來 黑啦應該也不會開農喔 可能會感覺直接打了一波 什麼步兵爆之類的喔 趕快下一個城堡 哥德魏瑞直接開尻 有沒有可能 還是直接轉一個常見兵爆 但哥德又沒有鞋甲 欸哥德有鞋甲嗎 好像沒有吧 好像聽說給鞋甲會太強之類的 哥德的步兵 真的是有點可憐 怎麼覺得好像哥德給鞋甲好像也不太 也不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趕快給鞋甲也不差 反正人家也沒有三級甲 欸他其實有 有點忘記了 這個新科技並不是記得很清楚 好 Jordan這邊直接壓制對手 讓隊友滴了一個房子 這邊直接集合一波 好 道特跟 Jordan的工兵 刺頭直接聚在一起 兩邊的這個秀操作 感覺秀得還不錯 這邊射掉非常多的工兵 好 上方塔套也是在瘋狂繞 這邊基本上把自己的阻力 都跟對方互換 哇 這邊居然刺頭沒有去幫忙打工兵 那讓他們在這邊自由開火 很可惜喔 但這邊還是有圖到三隻聰明 也是蠻賺的 沒有到非常虧 那先上到城堡時代的是 MBL跟黑拉 兩邊都上到城堡時代 那應該會先出個騎士出來壓壓驚 黑拉這邊 黑拉應該會先出騎士 好 那尼控這邊也差一點點 先上到時代了 都是AN戰隊的人 GL戰隊一個都沒上 只有一位 紫色的是我們的Jordan Jordan這邊有要趕快上到城堡時代了 那現在由於時代差有一個弱點 就是你現在時代被差距打出來了 現在趕快點城堡時代的升級 那家裡也沒太多兵可以防守 基本上是刺頭打騎士的狀況 這邊只能先撤退 封環暗槍兵喔 才有可能守不住了 封建時代也沒有僧侶可以用 所以這邊很有可能AN戰隊 可以直接秒殺聚羅戰隊喔 這邊來不及為 直接騎士入侵到了伐木區 直接開砍 赤猴過來幫忙也沒有太大意義 因為赤猴打騎士的傷害非常低啊 根本抓癢 只能靠長槍兵喔 稍微擋一下 這邊又被砍了幾隻村民 防守慢了半拍 村民只能收村 炒香兵已經要一直按了 好 剩到了城堡時代的Jordan喔 在後方使用奴兵 偷射後方黑拉的村民 下方有更多兵走過來 Jordan直接用自己的奴兵 來幫助隊友 黑拉的騎士 只能稍微回頭一下 但是Dout這邊有這個農田加成 但是農田卻不能種田 非常的痛苦 雖然還是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染逃這邊食物量非常的不夠啊 這高免人 食物只有200 100多 怪怪的啊 這個是沒有打算上城堡時代的嗎 這個工兵到處都有 這座工兵數量14隻 騎士抓到挖野精的村民 Dout這邊損失慘重 感覺AN戰隊10拿9穩了 後方又有更多的刺猴 抓到後方伐木的村民 完蛋了 Dout真的是完蛋了 這邊居然還有個洞沒有為好 這裡可能要再補一下房子 哇 長槍並刺卡位置 好也好 鎖住了 好 這邊是下木牆的關係喔 所以其實並沒有辦法擋太久 這邊老虎來幫忙輸出一下騎士 那目前看起來工兵依舊是難解肢體 NBL這邊有奴兵打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的奴兵打封建時代的工兵 實在是優勢太強大了 好 打到食物依舊不夠 點城堡 看來要封建打到底了 好 工兵加上隊友的奴兵 直接開始對射 這邊打出了GG 塔套這邊可能上不到時代 被打出了時代殺 他選擇了打出GG 我先戰隊拿下他們的一勝比賽喔 好 這樣比賽看起來 這個策略來說 OK啦 就選擇是不錯的 還有硬加喔 那高敏也是OK的喔 那反而是道德這邊選擇打前期 裝甲駕兵的這個策略喔 並沒有打出太好的效果出來喔 雖然還是有一定的壓力在 但是對方工兵還適合可以輕鬆的 把裝甲駕兵給解決掉 那大樓後面又要轉 刺猴的話又要花更多的木頭 要花更多的資源喔 去轉出自己的刺猴出來 那通常你轉出來的時候 刺猴數量也不會太多 自然也沒有辦法打贏對手 那這個雪球就被AN戰隊給滾了起來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看第三場比賽吧 好 那我們來到遊戲第四場比賽 3比3每任標準賽的第四場比賽喔 巨龍戰隊對上A戰隊 這場比賽目前是2比1 有巨龍戰隊目前領先 那只要贏下四場比賽的隊伍 就可以贏得勝利喔 那Viper這邊是選擇了法蘭西人喔 那這張地圖很特別 很像賓士標誌喔 那我們之前的影片裡面 也有出現過這張地圖 不過那個時候是單挑 但這一次是團戰喔 團戰就會很刺激了 那通常這個有分三塊區塊 這個區塊喔 都是動植物比較多的喔 那你看這個區塊 其實分明能吃的東西比較少 但是黃金比較偏多 肉類啊這個東西 看起來就很明顯 這個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這裡路是比較多一點 那上面有果子喔 通常都會在這邊開局啦 上方這個位置 這邊果子多 所以這邊開局是比較適合他們的 那這邊開局的話 鹿肉只有一些些喔 沒有足夠的食物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開局的方式 是有GL戰隊 加上DOT 還有一個擬控 這個是兩個GL打一個AM 然後Viper則是要一個人面對兩個AM選手 跟這位MBL 哇第一打二 那法蘭克人喔 這個吃果子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Viper很標準的 直接在蓋在果從旁邊喔 開吃果子 但其實喔 吃這個果子的速度還是有點慢喔 因為你其實吃鹿肉其實採收速度是更快的 即使你有這個速度加成 還是會慢一點點 其實差不多啦 如果有功速加成的話 速度功速加成 你還是要吃鹿肉 對 所以果子真的是 吃到不行的時候 才會再吃的這個東西喔 因為果樹蟲 獲取的食物速度是最慢的 遊戲裡面最慢的就是果樹蟲 所以如果你要快速獲取肉量 還是要趕快去打力喔 比較適合一點 好那這邊直接 撈了幾個鹿肉來吃 先蓋一個模仿 這邊只有兩村 兩村這邊直接補下 那TEC該主兵位置喔 就代表說右邊這邊只有兩隻村民會吃鴕鳥 吃肉類 那這邊是日本人 套 那套這邊有兩村 這邊也是有兩村 土耳其人道腾 那這邊就是變成各種交戰之處 那順帶一提喔 這張地球 只要把這個木頭挖出去之後 野外的這些資源也可以居裁 那這個金礦石頭 在外面分布也是非常多的數量 所以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不太會有這個斷金或斷石的問題 只要你有一直去外面發展 或是直接挖穿中間這個木區喔 也是可以去橫跨區域喔 去獲得支援 好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喔 看起來前期沒什麼好看的 好我們稍微講一下這個文明好了 先講這個日本人喔 日本人剛剛我們提到就是 模仿喔 還有這個採礦地 還有自己的伐木場 都是半價折扣 所以讓他前期的這個資源的壓力 比較小 然後可以讓他更多的 去用這個自己的村民喔 到處蓋模仿 吃乳肉喔 像這樣子 因為他這樣子就可以一直 遠遠不解的 用村民去擴展自己的經濟 所以日本人其實蠻適合葬地圖 而且步兵還有33%的攻速加成 再來我們來看土耳其人 道德 道德這邊選擇土耳其人 最大的優勢是可以早期喔 蓋下火槍兵 拿到更大的優勢出來 再來就是他的挖金速度是最快的喔 只要挖金挖得快喔 基本上生時代都會有一定的領先喔 因為你的黃金也可以拿去買肉啊 然後生時代之後騎士 或是火槍兵出來 都有一定的經濟的加成 所以不一定不會太弱 這個土耳其就選擇 那如果選擇緬甸的話 優勢也是不錯的 因為本身就有天生的 這個伐木技術喔 所以伐木來說應該是快一點點的 雖然封建時代才會開始有這個優勢出來喔 那緬甸人的話 最強大還是他的飛鏢騎兵 跟這個西班人征服者 跟火槍兵有點類似的存在 但是飛鏢騎兵喔 是更有這個機動性喔 殺傷力也是非常十足 攻速也夠快 好 那目前看下來大家 文明 Viper選擇法蘭克人就有點微妙了 因為只有前期施果的優勢 當然施頭應該也可以打出一點優勢出來喔 但是自己還是要面對兩家國家的關係 所以不一定喔 而且賽爾特人是這個步兵文明 賽爾特雖然是法蘭夢速度最快的文明 但是遇到騎士還是有點麻煩 但是如果自己出長傷病的話 還是可以有效counter的 畢竟自己的步兵移動速度也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全遊戲裡面最快的步兵移動速度文明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波斯人 波斯人的話 這張地圖選的有點微妙 雖然一台支援會多50肉 跟50木頭的樣子 但是並沒有辦法讓自己的 這個文明特色打出來 因為波斯的特色是工作效率提升 有感喔 但這個效果是到封建時代才會有提升 所以在黑暗時代來說 待越久就越劣勢喔 那封建時代的話 你只能打工兵騎士其實都可以打 但是就沒有太大的特色 比起高敏那些來說的話 波斯比較算是沒有特色的文明 只能這樣講 這邊打出了一個軍營 好 這邊直接出棒棒開尻 挖金晃村民 然後來斷經 但這邊村民直接把自己封鎖住了 鑽子村民直接被貼著打 打到這邊 沒辦法第一時間蓋一下木槍防守 這邊還要再繼續貼近 這邊走最短距離 再一棒 一棒尻死 完美 打到這邊直接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這邊日本的關係喔 所以棒棒尻速非常快速 到封建時代才會有這個加成 所以這個時間點 其實他尻速是比較慢的 並沒有太多的Fu 好 看一下日本這邊有打算要 整死代了嗎 感覺還是需要點時間喔 這邊有遠距離採肉 好 這邊再下一個模仿 反正模仿半價便宜 儘管下 下完了直接睡沒有關係的 好 這邊居然直接偷偷繞了回去 然後再繼續挖礦 太聰明了吧 黑拉 即死一村也是偷偷低調的木槍 然後再跑回來 細節細節 升到封建時代的法蘭克人 Viper已經開在初季的刺頭了 那對手 薩爾特人 黑拉是決定要來直層喔 直層直接升兵工廠4級 然後打一個生頭戰術 生頭戰術的話是非常強大的一個薩爾特的專屬打法 為什麼會說是專屬打法 是因為他這招打起來 比其他文明更有威力 因為他本身天生伐木速度弱快 所以投石車的木材需求的壓力 就沒有這麼大了 而且升旅出來又可以有效狂的對方騎士 那如果對方抱一堆輕騎兵 自己也可以用這個步兵 去反擊對方騎士跟輕騎兵的一個 對應方式 所以這個 直層打法來說 是對賽特人是首選打法 好 這邊緬甸人直接要來TC爆了嗎 直接把自己TC 踢掉 那波斯這邊MBL 並沒有要打TC爆 那時候我在想波斯 選账D屯應該說要TC爆 但他這個時間點不對了 所以就不會TC爆了 這邊波斯的TC的血量是兩倍了 所以打TC爆是有優勢的 反正是緬甸這邊打TC爆 想要打爆日本這邊TC 好 黑拉這邊黃金數其實不太夠喔 這邊可能要靠買賣喔 黑拉才可以點一下自己的投資車 由於剛剛被塗掉一吋的關係喔 所以黃金的 獲取量是非常低的喔 只有一個人在挖金礦 那這張地圖喔 黃金好像是沒有的 因為這個是全肉區喔 都是野生動物啊 豬啊那些的 要黃金的話 你一定要在下方這個地區喔 或是在右方這個地區 靠黃金可以挖的 好 日本這邊下了射箭場 轉出了弓兵 想要來反制一下對方的TC爆 這邊稍微秀一下 好 上到城堡時代 無其然 蓋一下了頭池 這個 頭死器 工程工程器 頭死車 這看起來 AN戰隊是有點有優勢的喔 尤其是黑拉這邊的生頭戰術 但黃金需求量現在非常高 不太確定喔 這個生頭能不能打出來 只能按一隻騎士就差不多了 好 結果這個工程器 這隻倒數還是被蓋的出來 這邊應用騎士去交換 其實有點虧喔 這隻 這隻刺猴也沒拿下村民 好 兔爾奇塔套 這邊也直接搬了 這邊村民直接拿全套開尻 然後把這個TC給尻掉 然後幫著村民再修理 就離完之後直接接收村 對對方的 公兵造成大量傷害 這邊持續在修 工兵也在做射擊 這邊工兵開始輸出 有 Viper現在被兩家包圍 MBL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尼控這邊 尤其是用TC爆的關係 還在黑暗時代 但是目前巨樓戰隊三家都已經點下城堡時代的升級了 Viper這邊其實有點危險 左邊這個墓區好像沒有被發現 所以現在是爽爽挖木中 這邊可能要看到 好 偷子射出來 但是對方長江兵也是一直按 但是賽特人的黃金數還是有點少 這邊有兩隻村民在挖礦 凡克人的黃金其實現在也不是很多 這邊用大量的輕騎兵 加上長江兵再做一個助手動作 這裡 Viper要一個人反制回去相當不容易 直接硬尻嗎 不好吧 這邊在吸引對方的長江兵過來進到TC的射程內 反打一波 肉馬再上去硬尻 應該可以收掉一台投死車 兩台應該也沒問題 這邊又一台刺頭過來直接收掉 Nice Viper這個操作秀得非常漂亮 投死車的危機直接被化解了 然後這邊直接轉出騎士啦 就更好打對方的這個工程器了 Viper現在就很簡單 直接瘋狂馬爆 喔 再下個修道院 或是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由於左邊幕區被弄爆了 只能撤退 好 騎士再度出來 還好 村民病有死傷非常嚴重 這邊騎士想要硬打 但是有長槍兵有點危險喔 那Viper這邊肉等等可能會斷肉 因為這邊肉量需求也是蠻高的 這邊用騎士稍微抖動一下 讓自己的TC可以進行輸出 這邊要怎麼打呢 Viper1打2 然後這邊蓋下了一座城堡 欸 這邊要挖過去啦 Viper居然直接挖穿了下方的墓區 那時候挖過來啦 我都沒注意到啦 OK DOT這邊直接火槍並來支援Viper 隊友要來了 Viper再撐一下 快要這邊的壓力越來越大 這邊要跟著MBL去阻止對手 好 才有機會守住這一波的攻勢 成功這一波攻勢 不是守住 好 進攻進攻 好 尼控在這邊 右邊的方面 蓋下了這個自己的TC 因為自己的TC已經失敗了 TC爆炎已經宣告沒了 直接把TC蓋在右側 想要跟隊友MBL一起來發展 那我們來看火槍兵怎麼發揮 火槍兵這裡要特別害怕 對方騎士直接硬騎上來 火槍這邊甩槍 OK 甩槍甩得很漂亮 騎士甩槍就是要甩 射爆 很痛很痛 等頭石車一發事 要把他砸掉 這裡B正B的好 直接射爆兩台頭車 這個操作修得很漂亮 所以我會一直說 這個遊戲 胡爾西火槍兵是非常難慘的 連投石車都不好解 因為你跟對方投車互打 通常一定可以換掉對方的投石車 那對方的投石車 砸你一發可能還砸不死火槍兵 因為火槍兵血量是44滴血 可能會殘洗活下來 那再用個B正就很容易躲掉了 MAP這邊由於隊友的拯救 DOT這邊直接挖木穿牆 火槍兵這邊偷偷亂射 上方這邊 對方想要上城堡 封建時代的緬甸 但是由於日本這邊直接前壓一個BK 應該是有機會還是可以上來的 但是DOT看到對手們打出了GG 也喊下GG OK黑拉這邊喊GG啦 沒想到GL戰隊直接秒殺AM戰隊 這個TC爆戰是我打得蠻漂亮的 但是並沒有拿到太多的這個成果 如果是MBL在下方的話可能結果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這個TC爆施展時間可以再更快一點 那我覺得MBL可能不應該打一個純龍路線喔 可能直接打一個TC爆 然後讓賽爾特人 直接把BIP給秒掉 讓這樣變成一換一喔 至少會變成 這樣也不是一換一耶 因為自己TC爆的話其實算是 二換一耶 因為你另外一加一可能會被打爆 這個確實有點微妙 我只能說MBL他們這邊的開局有點 沒有算到對手的位置吧 可能有點賭錯位置 如果有賭到的話 MBL這邊TC爆可能一次可以搞兩架也說不定了 但很可惜喔 如果這個緬甸Nikon跟MBL交換的話 可能就會有所不同這場戰局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五場比賽吧 好遊戲比賽來到了3v3 每位表演賽第四場 應該是第五場比賽了 GLO戰隊對三A戰隊 目前是1比3的一個戰果 目前是有GLO戰隊領先 那我們也稍微來看一下這張地圖的一個重點 這張重點的地圖感覺 中間大象這個應該稍微找點來刺喔 或是用自己的刺口去拉大象回來刺喔 算是一個細節喔 那牧區的話這樣圖是非常的薄喔 這個阿拉伯地圖沒什麼兩樣 但外側的牧區更是稀疏喔 只有中間有這個木區喔 可以讓他們穩定發展 世紀帝國裡面喔 最重要的支援就是木頭 只有中間有木頭的情況下 掙脫中間的支援點喔 是相當關鍵的 那這裡有少量的魚群喔 應該就不用再介紹了 這個應該是不會有人去補的 只有三片了 好這邊 哈爾特 這個法蘭克人 直接拉了一村 來這邊蓋房子喔 先上來先偵插一下 這邊周遭地形 這邊在玩家的視野裡面喔 這邊是暗名帽 什麼都看不到 好就可憐 那我們是關戰的關係喔 所以我們才可以全景看到 地圖的樣貌 好這邊用一隻村民拉走 然後用自己的刺口去卡大象喔 那大象追不到村民喔 村民就可以安全的把這個大象拖回去 結果遇到Lion 哎呀我的天 哇還想拉兩隻 你真的是不要命啦 哈爾特這邊會不會因為拉兩隻大象被懲罰呢 村民直接往回走就好 用自己的刺口去卡位 這個時候你只要把村民拉回家 然後用專心控刺口就好了 好結果村民其實不用動了 就一路狂奔回家就好了 好這隻獅子有點搞 差點擊殺掉了這隻村民 好大象要小心一點喔 因為大象的傷害很高喔 是七弓 好這位趕快收村 然後用家裡的村民去擊殺這個大象 先把這個獅子給射死吧 差點差點 好 哎呀有一隻大象跑掉了 好拉回來拉回來 OK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拉了兩頭大象 哈爾特這邊經濟一開局 就有一個飛躍性的成長 這個先去蓋房子這一招 確實有感 然後我們稍微介紹文明喔 文明的話法輪克人前期有強大的肉類優勢 這邊撒農田的話 一開始就有農田技術的關係 所以經濟不會差到哪裡 而且前期還可以吃果子 增加這個吃果速度 當然這樣地圖的野生動物蠻多的情況下 吃果的優勢的發揮 可能沒辦法發揮的這麼好 可能玩個蒙古之類的會更好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瑪莉 瑪莉的話現在是最新的S級文明喔 他的採集音速度有夠快之外 村民的存放的空間也是特別多 而且採集黃金的時間喔 會更久一點喔 都是增加15% 所以瑪莉現在在封建時代開始喔 不管是出弓兵 陳寶石在出奇兵 到了帝王時代喔 這個肉馬標和騎士爆 都不是太大問題 後期也可以轉這個步兵喔 也是ok的 所以瑪莉整體而言 算是非常強大的buff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達達人 達達人這張地圖的表現來說 可能會差了一點 但是他有這個高海拔 打低海拔的時候 會有外傷害加成喔 這個高地打低地的傷害 再加成一些些會不錯的 那在這張圖喔 中間的地方是越來越高地的喔 所以他可能是看上這一點喔 選擇了達達 那確實的話 達達在這張地圖可能會 有點小小的優勢 也說不定喔 但經濟上來說的話 達達的經濟在這張地圖喔 並沒有太多的一個加成 所以要怎麼農到這個城堡時代 是個問題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蒙古 蒙古的話 這張我們剛剛說 很適合打蒙古的原因 是因為這邊肉 活鳥還有大象的數量 其實是夠多的喔 那蒙古是吃野生動物 最快的速度的文明 看這個肉類 獲取速度超級快 瘋狂在減少啊這個肉類 就知道這個蒙古吃肉速度有多快 那野生動物夠多的情況下 出蒙古來打這張地圖 確實很適合 那我覺得哥德其實也不錯 但沒有關係 那蒙古來說的話 這張地圖更好一些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肉量 需求量是比較多一點的 那草原騎兵這類的單位 也比較適合在這張地圖發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瑪莉 BIPER也是選擇瑪莉 那瑪莉我們剛剛介紹過 就直接跳過 接著來看瑪雅 瑪雅的話這張地圖優勢 這是很永續的一個效果 但是不包含木頭 像這個果子啊 還有這個金礦石頭 都可以吃久一點 還有鴕鳥肉 大象肉 還有這些 也是喔 因為他前期經濟來說 會算是不錯的 因為可以吃久一點 哇這邊想要尾蛋 沒尾道 BIPER這邊 直接手速拉開 瑪雅要決定打一個工兵開 工兵開局的話 對瑪雅也是壓力比較小 因為瑪雅有這個工兵減免的效果 好上方的塔套 直接被逼了插一根箭塔 那確實這邊插一根箭塔還不錯 這個位置 因為可以守到主金跟木頭 所以這個插的位置 我覺得蠻OK的 然後待會再補下這個一級射 這個範圍會再更廣一點 好那正面能守住的塔套 可以直接 早期出大亂國兵直接前壓 好那就來看一下 VIPER跟道德這邊的操作 那目前道德果然是打一個刺頭 但是沒有打直層 那這邊我覺得誰先打直層 誰就先賣隊友 所以雙方都是有可能 直接先打一個封建時代 暴兵的一個路線 會比較適合一些 好工兵持續往前 兩隻刺頭 探路 後面有一隻獅子在偷咬 好看一下VIPER跟下方的對戰 VIPER也是工兵開局 我們剛有說 瑪莉由於有這個挖金速度的加成 所以他這邊工兵可以抱得更輕鬆一點 就意味著挖金礦人數並不需要這麼多 然後多出來的村民 就可以多去撒農田或是挖木頭 讓自己更快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所以瑪莉在這個版本裡面 真的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存在 尤其是跟對方工兵開局的時候 這個優勢會更明顯 刺猴過來 要來包一下嗎 但是後方還是有HOT的 刺猴在做一個 保護工兵的動作 這個很細節 在你們在打團戰的時候 如果你是那家出騎兵的情況下 這個刺猴 你們刺猴不能一直去追擊敵人 因為你很有可能 會讓你自己家裡的隊友的工兵 直接被包夾收掉 那目前這兩邊都想要 想要把對手的兵全部包掉 那如果你看到對方前後最後的兵的情況下 要先去追後方的工兵 而不是追前方的刺猴 因為你一輩子追不到 但追後方的工兵一定是追得到的 你等一下先各個擊破比較好 那這邊感覺是有點在拖時間 故意讓對手的兵 一直沒辦法前性騷擾 這邊直接打個野戰 然後再有機會再去做個包夾就可以了 但塔套這邊由於打打前期的經濟不夠好的關係 所以工兵數量很容易輸對手 所以這邊就要看一下道特這邊的蒙古 刺猴的數量有沒有起飛 好 這邊蒙古直接點下平種之後直接開打 血量直接屌虐對手 這邊刺猴的血量非常高 刺猴有拉直到後方想要來包後方的工兵 這面直接讓刺猴隨意開打 後方的工兵也是跟上 這邊打打並沒有拿到自己的高海拔的工兵優勢的效果 雖然這邊直接互打結果兩邊有點無五開的感覺 但是由於有品種的刺猴傷害血量實在太多了 直接完勝了這一個戰場 哇 塔套的這一波打法也是非常漂亮 直接上高地沒有讓自己損失太多 再低促時受到傷害 這邊判斷非常正確喔 直接往上走就對了 好 那這邊有品種的蒙古人 道特這邊就非常有優勢 這邊就會各種碾壓了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影片裡面喔 這個如果你蒙古人喔 不是蒙古人 你玩法蘭克人 遇到對方點品種情況下是容易打輸的 因為法蘭克人是沒有品種科技的 所以血量雖然是54滴血 但是如果點下品種之後被65滴血 X9滴血的一個差距還是差距蠻大的 就是意味著你刺頭要多砍兩刀 對方才會死喔 所以法蘭克人在封建時代的刺頭開局喔 有品種情況下是不太容易打贏的 好 那如果前期打輸的話 法蘭克人這邊可能就要再繼續補刺猴 刺猴再多一點的話 才有可能守一下自己的家裡 場下品可能還要再按個幾隻 才會擋一下比較好 這邊有點失誤喔 刺猴一直被打 好 那工兵直接有優勢之後 控了一下金 把哈特的黃金的村民直接收村 那這邊只要讓對方收村喔 就賺到很多了 好 白婆在下方也是把對手逼了回去喔 這邊有大量的工兵屍體喔 看來白婆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了 哇 那個白婆玩瑪莉跟鬼一樣 之前我們有出白婆玩瑪莉的影片喔 哇 這個 瑪莉這種開農的文明 對於白婆來說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喔 經濟特好 什麼書 這邊小打小弄一下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黑了 這邊是拉了幾隻工兵 只缺直擊道德的財經的村民 這邊早就早早上到了城堡時代喔 第一先點一下城堡時代是道德 我們剛好講 因為蒙古踩肉速度很快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前面會非常好 第一出了這麼多的刺猴 還是可以第一個上城堡時代 這件事情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邊刺猴殺掉幾隻村民之後 有幾隻村民直接收穿進到劍塔裡面做反擊 但是道德這邊不管我就是要硬上 反正我有品種我就是坦 直接再收掉更多的村民 完蛋 這邊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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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龍 這個這個我被捏了哈 瑪雅這邊直接爆開了 村民只剩下27隻 跟隊友的村民差距差距13村 感覺Viper現在沒有對手了 他的外加已經死成這樣 待會Viper的工兵應該會全部往後送 去找浩特這邊 直接把他的金塊跟木頭蓄 農田全部採爆 這算是一個重點 基本上目前瑪雅算是半個死人了 結果這邊工兵也是直接潛壓了 這邊可能要再圍一下 那是GRL戰隊目前非常順利 三家都已經點下城堡時代 AM戰隊第一個先點下城堡時代的是 黑狼馬力人 馬力人不會是經濟好的一個文明 雖然烈士了還是可以第一個上城堡時代的 那接下來應該就是哈特了 會先上城堡時代 那最後才是這個瑪雅了 可能瑪雅也不會上了 直接原地死亡 哈特這邊用自己大量刺頭 想要去保護隊友 但現在要保護隊友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自己並沒有工兵的優勢 那反而是Viper這邊還有Viper的工兵 可以做一個潛壓 這邊平手 刺頭直接上前開尻 好後面再加上一隻Viper的長槍兵 後面偷偷輸出 正面哈特的刺猴又全部送光了 哇 主力只剩下三隻刺猴 你今天不能算是主力啦 可能算是偵察小隊了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GL3家 直接升下奴兵 Viper這邊也是升下奴兵 這邊果然是打一個草原騎兵戰術 非常好 那為什麼蒙古打草原騎兵特別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血量是比較多的 血量可以到98滴血 一般草原騎兵我記得是60滴血 哇 直接打錯了GG 小女 那蒙古為什麼要出草原騎兵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現在草原騎兵有buff 遠防多加1 跟騎士比起來只有少1反而已 而且造價又比騎士更便宜 而且血量來說的話 98滴跟騎士其實沒什麼兩樣 所以蒙古更多時候在城堡時代 可以出草原騎兵 配一點駱駝或騎兵 都可以有效counter對方的單位 所以我覺得蒙古在這次的改變來說 也並不太弱 哇那沒想到 結果是有GL戰隊 以4比1的姿態 擊敗了AN戰隊 哇那感覺 我覺得BIPER他們這邊的一個協調方面是更好一點 那文明的理解也是 那我覺得MBL上一場那個POSE 也不是選的不好 只是覺得Doubt這邊 跟BIPER他們的這些老玩家想法 還是比較 怎麼說 有這個規劃性的 那塔套這邊打法也是很OK 前面早早就查下這根劍塔也是相當關鍵 讓這些經濟不受影響 雖然這邊也是 都有查這個劍塔 那感覺上GL戰隊又更三層樓了 AN戰隊的存在也不差 但是有些文明選擇 可能會有點矛盾 像選擇瑪雅這張地圖 雖然吃肉可以吃久一點是沒錯 但是就很容易 會被這個瑪莉挖精的優勢 直接給送下去 雖然自己也是有這個減免效果 但劍塔沒有即時差的話 還是會容易被打出這些差距出來 我覺得瑪雅這個文明 打這張地圖其實 也算是能打吧 但是 整體的感覺瑪莉還是比瑪雅更有優勢一點點 所以是封建時代這個時期 不然怎麼說瑪雅 有點微妙 我覺得這張地圖是有點微妙的 選擇感覺不是非常的優 應該還有其他文明可以選 例如什麼哥德之類的 哥德的話 直接打這個中甲步兵 劍塔插入 對不對 然後挖石頭防守 然後上城堡時代蓋城堡 直接潛壓一波 好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雖然隊友可能會很衝苦 因為自己外加沒有工兵可以打 但我說的這一招 算是比較需要溝通的 所以這種比賽可能也不太適合 3B3的對決來說的話 內夾的壓力會太過大了 反正會有點難打 好 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經濟 最後一場比賽 當他比賽的經濟來說的話 是羽油 道德這邊拿下了最多經濟的樣子 分數是第一名 再來是木頭是塔套 再來是凡克的肉類果然是最多的 那反正不是蒙古人 因為哈德這邊有去托拉兩隻大象 所以經濟來說會補升一些些 黃金瓦最多的果然是viper 這個馬力郎都是遙遙領先 2600、2500 馬來亞這邊是有2300 但是經濟直接被拉開很明顯 如果玩賽爾特人可能會更好一點 這也是我猜測 但我覺得就算玩賽爾特人 應該也是贏不贏馬力人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如果你沒有看過上集的話 那影片的結尾 有這個上集的影片連結 也歡迎大家去看看 我是Leo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